前卿宫如果说是冷清,那么,端扶宫便是四季。 自那位病弱,却上上下下带来了好多活气的鲁王殿下过世之后,在这儿服侍的所有宫女太监,无不是战战兢兢。 坐在儿子的床上,罗贵妃突然狠狠地捶了一下床板,随即便倒伏在床上失声痛哭。 入宫的时候,她只有二八的年华,虽说皇后命人照拂,可是终究是孤立无援。 幸好,她有了一个儿子,一个可以给她解忧的儿子,她想给儿子争得最好的东西,可是,她死了,痛苦地在她的面前,死了。 陪儿,那些害了你的人,我让他们一个个陪你去。 娘娘 尽管已经听到身边焦急的唤声,但罗贵妃仍是隔了许久,方才徐徐地坐起身子。 娘娘,外头传来消息,请娘娘放心,既答应了娘娘的事,一定能够做到。 晋王殿下和淑妃绝对没有好报。 我不要听这些,你之前说的铁证,究竟什么时候拿来?本宫的耐心是有限的,你不要一图蒙骗过去。 那小太监文言一愣,娘娘说笑了,笑得哪敢呢? 只是如今,端福宫这边眼线太多,外头不敢贸然行事。 当风声小些了,晋王的名声扫地,到时候,笑得立马把他们谋害鲁王殿下的证据拿来,让娘娘一学丧子之恨。 一场大雨过后,西安门城楼上泛着晶莹的威光,才到街口,杨靖州便发现那边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 罗世子,你在这儿? 他跳下马来打了个招呼,等我吗? 罗世扫了一眼杨靖州,随即露出了一个没好气的笑容。 哼,算你还明白,自然是等你。 横述我是对杜格老请过架的,左右都是当我,索性,今天就偷个俩算了。 杨兄,这会儿要回右军都督府吗? 你不是掌印,神机营那边还有坐营棺在,你总不会抽不出货吧? 今日一事之后,杨靖州对罗旭意识添了几分敬服。 这会儿不禁玩耳,旁人也就罢了,罗兄既是寻我有事,我自然是有空的。 好,杨兄果然爽快。 呃,羊肉胡同有家羊肉馆,我和那东家熟食,羊肉汤烤羊肉和烈酒都是一绝。 大口喝酒,大块吃肉,那才是男儿本色呀,那感情好。 两个大男人相对一笑,双双打马沿着胡同去了。 带到店里,伙计送上了一瓮酒,又上了两大碗羊肉汤,摆上了羊肉火锅和猪色的下酒菜,言说烤羊腿还要等一等,他就摆了摆手,把人打发了下去。 看到罗旭二话不说,撂开那两个小酒杯,把一边的大碗拿了过来,又把两个大碗里倒满了酒,杨靖州不禁有些讶异,他在北边待惯了,那种冰天雪地没有喝烈酒完全是熬不过去的,所以他早就习惯了把酒当水的日子。 可罗旭却是在京城养尊处优长大的,他竟然还好这一口吗? 先干了这碗,再说正事。 好。 想不明白就不去想,杨靖州见罗旭双手捧了酒碗过来,也一斗袖子双手接了,选举和罗旭又举过来的酒碗重重一碰,两个人对视一眼,同时举着碗咕咚咕咚喝了起来。 痛快。 罗旭使劲地用袖子一擦嘴。 我其实啊,早就想和杨兄你喝一回酒了,只恨机会不好寻。 毕竟我和你没见过几回,更谈不上什么交情。 若是眼下不说清楚,日后难免被人钻了空子。 所以,哪怕有人瞧见你我两个不该交往的,也偏偏在一块儿喝酒,我也顾不得了。 尽管陈衍是很擅长讲故事的一个小家伙,然而,朱氏几乎从他口中把所有的细节掏了个一干二净,之后仍是止不住心中的那股忧虑啊。 她知道,宫中的宜兴郡主是陈兰的义母,怎么会对其不利呢? 可是,现如今内外局势是那样的难以琢磨,就连下太监这样的人都险些被人下了毒手。 若是有人心生叵测,对陈兰不利,那又怎么办呢? 尽管新天的晚饭,小厨房根据他最近的口味精心调制,可是他只是食不甘味。 眼看快到害时了,就在朱氏以为陈兰兴需要留宿宫中的时候,玉勺突然一阵风势地冲了进来。 老太太,三小姐回来了。 阿弥陀佛,谢天谢地。 老太太,我回来了。 平平无奇的一句话听在朱氏的耳中,犹如是天籁之音,他一下子就露出了笑容,伸手把陈兰拉在炕上,仔细端向着他身上的穿着。 想来,这是入宫淋了雨,所以才会在郡主那儿患上这一身。 真是苦了你了,今天雨最大的时候,差不多就是你进宫那会儿,只拖到这么晚才回来。 娘留我在仪春馆坐了一会儿,然后就去了常乐宫看周王殿下,又赶在宫城落索之前,再耽搁了一会儿,就到这时候了,又忘了派人知会您一生。 陈兰拉解释了几句。 秦太夫人今天应该是已经听进去我的话了,再加上小寺那边的进展,晋王只要还有点脑子,就应该不会再听人蛊惑撇下王妃,所以这件事算是办成了。 多亏有你啊。 朱氏忍不住眼角微红。 老太太,我也有功劳呢,怎么只当夸姐姐呢? 扭过头的朱氏看到陈兰依然夸张的表公样子,忍不住顺手将她揽进怀里。 兰儿,小四说还有罗家的事儿,你觉得罗氏子说得可靠吗? 老太太,我知道因为罗姨娘的关系,您不待见罗家,但恕我直言,如今贵妃娘娘没了鲁王殿下,看似罗家受了重挫。 可从长远上看,他们反而从夺嫡的泥潭中挣扎出来,只要贵妃娘娘能够不受人挑唆,凭着威国公的军功,罗氏子的近视出身,日后的前景绝不输给咱们。 不说这些,罗氏子从前也给咱们帮过不少的忙呢,她是正人君子。 你说的也是啊。 怪不得罗姨娘想把五丫头许配给罗氏子,却不成。 他是满肚子坏水,罗氏子却是正牌爽直,两边本就不是一个路数。 朱氏以前提到罗家就皱眉头,帮了好些忙的罗旭,得到如今这样的正面评价,却还是第一次。 从内阁首府下首,这是不是手笔太大了呢? 朱氏一下子促紧了眉头,微微摇了摇头。 夏公公恐怕这一回是恨得咬牙切齿,这要是真的掐起来,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暗得下的呀。 我对夏公公说了,主意他出了如何用却在我,他原本还是有些犹豫的,但娘说会给他一个公道,我看他心中应该是有所取舍的。 天色已晚,陈兰虽在宫中用过晚饭,但终究还是被朱氏留下,和陈衍一起陪着用了夜宵。 和晚饭时的没有胃口不同,朱氏虽怕结实,没用桂花小汤圆,小米粥却用了一大碗。 等到掺着老太太走了小半圈消化之后,最后服侍人躺下,姐弟两个这才出了了香院,这会儿已经过了三晶天了。 这一整天的经历太多了,陈兰回房之后,直接扑倒在床上,倒头就睡,连鞋袜衣上都是陆珠春雨合力帮忙脱下的。 而陈兰则是强忍着倦意,一边泡脚,一边把云儿叫了过来。 你素来消息灵通,可这五妹妹的婚事有没有进展吗? 五小姐? 小姐,可是问着人了,喜许前两天还说呢,因为婚事三老爷和罗姨娘闹翻之后,三老爷成日不招家,罗姨娘倒是受罚走了好几户人家。 可是,凭她顶着个书人的告密,别人根本不理会,气得她造痒。 威国公夫人正怀着身子,压根儿没有公夫见她,眼下呀,她是热锅上的蚂蚁,囤囤转,偏生里外都不是人。 原来如此啊。 陈兰又问了几句,见云儿问一答十,比什么都上事,她不禁倾笑,你呀,还真是个包大厅。 你和沁芳年纪都不小了,有什么思量,也不要一味的藏在心里。 此话一出,别说是云儿了,就连沁芳脸色也一下子红了。 正提着铜壶进来,预备在兑些热水的松木,一下子笑出声。 小姐,您还没出家,这就预备着咱们这些丫头的事了。 没规矩,小姐只不过说笑一声罢了,就你娇舌头。 云儿一下子反应过来,狠狠一跺脚,便追着苏母要扭打。 陈兰觉得,在出嫁之前该给自己身边的人讯息好出路,也不枉他们跟谈一场。 日久生情不外如是。 看到沁芳捏手捏脚的出了屋子,陈兰侧头看了一眼身边的红罗。 红罗的眼中却流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 小姐,你出嫁的时候,请一定带上我。 干娘那儿也说,她是一个寡妇,不想孤零零的一个人留在府里,要是做陪房不成,她愿意去田庄看房子。 除了宜兴郡主提过的长笛红鹰,红罗是第一个主动提出要跟她陪嫁的丫头。 好啊,没你在身边,我还真不习惯呢。 多谢小姐。 红罗几乎是一瞬间便反应过来,忙跪下磕头。 我还是刚刚对云儿他们说的那句话,你将来若是有侨重的人,尽管告诉我。 一大早,水净厅门里门外进进出出的都是人。 处理完事情的陈希,输了一口气,这才站起身。 随着屋子里面只剩下自己的丫头,她却不敢放肆。 稍稍走动了两步,她不想回庆喜居去。 自打父亲和姨娘闹僵了之后,父亲常在衙门不回家,这也就算了,可罗姨娘那里却会是听不完的教训提点,所以水净厅这边再繁杂,她也巴不得事情多一点。 仿佛是老天也帮着心烦意乱的她。 五小姐,三小姐身边的云儿姑娘来了。 话音刚落,云儿便进得屋来。 五小姐,郡主刚从宫中送了几匹新花样的行娟,我家小姐已经给四小姐送去两匹,又让我过来瞧瞧您可在吗? 若是在的话,亲自过去挑一挑,这次的花色实在是鲜艳,小姐为时决定不下呢。 尽管双方倚靠长辈彼此之间剑拔弩张,但是陈兰和陈夕之间却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。 等到进了翠柳居,把丫头撂在外面,由着云儿信芳等人应付,她静止进了屋子。 三姐姐,怎么偏找这个借口? 回头,姨娘知道了,又得把我连头到脚盘问一遍,是出了什么大事,还是…… 确实是与你和罗姨娘息息相关的大事。 陈兰拉着陈兮坐下。 你也知道,我昨日刚刚进宫,得了一些消息。 向来你也知道,朝廷最近的风头对老太太不利,这隐情我就不想说了。 只是,贵妃娘娘却在后头推波助澜。 若单是如此,我也不寻你。 但昨日,罗世子通过小寺偷偷地见了我。 陈兮元还想着父亲和老太太视同水火。 若真的是罗贵妃想要除去老太太,父亲必会坐享其成,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。 可是,陈兰提到了罗旭,她一下子就警醒起来。 罗世子是不是觉得贵妃娘娘恐怕是被人利用了? 没错,陈兰心中充满了和聪明人说话的愉快。 如今,魏国公夫人身怀六甲,又挤不安稳,根本没办法出门坐马车。 罗世子纵使在即,也不好进宫去见贵妃娘娘。 所以,尽管已经查证到这一层,她却只有干着急呀。 思来想去,能够进宫的却就是罗姨娘而已。 贵妃娘娘刚刚没了鲁王殿下,有人利用她,兴风作浪。 到头来,还是罗家遭殃。 罗姨娘这个告命,说是因为三叔而来,其实,是看了罗家的面子。 若是罗家有什么起伏,她不占名头上的优势,将来的日子如何,想来,你也明白三叔的性子。 五妹妹,若是我说能为你寻一个门当户队的夫君,你可愿意吗? 啊! 陈希一下子愣住了。 嗯,爹是一个念头,姨娘又是另一个念头。 两人一吵便是没完没了,爹现在干脆不回来了。 三姐姐,不是我不信你,纵使你有合适的人,姨娘那一关兴许好过,可我爹……。 只要你能够说服罗姨娘,到时在宫中贵妃面前一提,只要她能做主,你爹莫非还能违你不成吗? 当然了,前提是,罗姨娘必须得说服贵妃娘娘。 贵妃娘娘才会张口,至于人选嘛,你不用操心,我既然说出来了,自然是有把握的。 陈希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,原来,这一切竟是罗旭的安排。 三姐姐,不管怎么说,多谢你费心了。 说什么客套话,我们不是姐妹吗? 姐妹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三姐姐放心,我知道怎么做。 等云儿送走了陈希,陈兰方才往后头靠了靠,又看着房顶的乌梁,有些出神。 能做的事情,她已经紧着做了一多半了,又有杨靖州和罗旭从旁援手,这一出难关只剩下最后一部分,就是那些尚书的御史。 建议立储君的那些不好对付,皇帝并不是糊涂的人,这些人若是下台或对外贬斥,能被人利用的,就算侥幸留下来,将来杨宁侯府也不能用了。 可虑的是,告诸氏和东昌侯勾连的,以及告诸氏联络晋王,牟利储君的,难道真的要用下太监的那个办法吗? 皇城五门内,东南角,文渊阁,中午时分,全门世家中多半是女眷乃至于没有公事的男子歇武教的时候,京城各衙门也往往都有午休,但是这忠书种地却是丝毫不得闲。 袁府,私立间送了皇上的披红来。 宋一鸣一下子惊绝,随即立即吩咐身边的那个,内阁中枢,下去取。 极致密霞啰嗦的东西送上来,他方才取了钥匙打开,亲自将一打打的奏章分门别类地放好。 见那些票拟,有的除了自己和杜薇芳的自己,只有可或不可二字,有的却是长篇大论刺眼的朱红。 他的眼神不禁有些变化,然而,等他若有所思地翻开最后的折子时,却一下子瞥见了里面的一张夹片。 他不动声色地将夹片塞进左手心,随即吩咐一旁的内阁中枢去分类,自己则是背着手缓缓夺到窗边。 确信内容已经看全之后,他将纸片揉成一团,轻轻地塞进了腰带之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